大家好 今天我們今天在這個 我只要講一下要怎麼拿到我們的勇者肉塊 是自製的 自製的勇者肉塊 像這個勇者肉塊啊 之前我們都捨不得吃 勇者肉塊 這個 勇者肉塊是可以這個 短暫的時間內提升20%的物理攻擊力 這對近戰的角色呢 是非常的 很好的一個道具 那我之前我有四隻啦 但是我都捨不得吃啊 因為我怕吃完 我們想要在關鍵時刻打完手才用 但是呢 現在我們已經不需要啦 因為我們可以拿到他的食譜 就是他製作的這個食譜 我今天跟大家講是從哪裡啊 你在這個 這是大地圖嗎 在這個西邊的 東邊的這邊有海德要塞 這邊有個喘點 我們先喘到這裡 好 然後呢 我好像已經標記了 這差不多在1的這個地方 在1的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商人啊 這邊有個商人啊 我算是老顧客啦 他應該會給我打什麼 應該再講一下 這個商人呢 他就會賣了一個其中一個遊戲就是 武器工匠的製作筆記本3 我已經買了 你買這個呢 買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齁 第三集 然後我們按X 看他細項 他裡面有想說 教我們怎麼製作 勇者肉塊 有了這個食譜之後呢 你只要有材料 你就可以自己 自製 自己研發 自主研發 你就不用再依靠這個 別人提供啦 你就不怕斷貨啦 也不怕限量 然後你看 自製勇者肉塊的時候呢 需要 羅雅果實 野獸肉塊 跟 粗大獸骨 這個我跟你講一下 你看羅雅果實 這邊就有一堆啊 這不就告訴你 白眉的告訴你了嗎 然後 你知道 像這個粗大 野獸肉塊 和粗大獸骨的話 你就打三豬 看這邊有沒有閃豬 打一次看看啊 狼也可以啊 森林裡面一定是有 閃豬跟狼 或是你找這個 墳墓地的地方 墳墓地的地方 像這個墳墓地啊 來這邊 墳墓地 往南走 出去之後往南走 這個 這個 這個墳墓地 這就是棺材地啦 往南走 看看有沒有 有棺材的地方 就有狼 我記得這邊有很多棺材啊 這邊就有狼 那狼呢 就可以得到野獸肉塊啦 或是粗大獸 看一下 看一下喔 你看喔 不是不是 除大獸骨 你要打那個 你要打三豬 然後你這個狼的 你可以 你可以得到這個 野獸 那個 那個 野獸肉塊 除大獸骨 你打三豬 然後野獸肉塊 你就打狼 然後最難 最難的你看 最下面這個 這是亞提利花 亞提利 亞提利亞葉 這個在路邊上 可以撿 我可以 但是有個地方 可以買 直接你有錢 就可以買了 這邊有個山 看到沒有 亞提利亞葉 你可以直接買 野獸肉塊 也是可以買的 所以說你這樣子全部的這個 全部的 蔬菜 你就可以都有啦 這邊有棺材 這邊有棺材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打一下三豪 我們往三豪去 打一下狼 野獸肉塊其實也可以買 你去找商人也是可以買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自己 想要省錢的話 你就去打狼就可以了 那個 不怕 會 不怕 對 超大 程 超大 我現在沒幾隻阿,很可憐阿 看一下阿 野獸肉塊,狼可以阿,但是細大獸骨的話你就打山豬 最難得到的是亞提里亞葉,亞提里亞葉是比較難的 我現在就是現場製作一個給你們看一下 直接製作,我可以製作三個,吃下去的話就不怕啦 戰鬥的時候隨時可以吃 戰鬥的時候隨時可以吃 要打王的時候吃一隻 吃一隻 增加20%的物理傷害,近戰的